我去把你给泉泉买的玩具拿了 我就马上走 可以 我跟你说泉泉肯定特别喜欢 把她给我了 老板 哈尼 敏慧姐 她不是去上海出差了吗 是啊 是啊 我这不是 刚从上海回来嘛 我来老板家找点材料 找了之后马上就走 新奇 我去给泉泉拿东西 明月姐 随便坐 刚搬进来的时候啊 她说想要种一棵很大很大的树 后来每天回家看这棵树都要发呆 一开始我不明白 可后来我懂了 其实这五年来 她一点都没忘记你 敏慧姐 老板这辈子真的只爱你一个人 这个就是泉泉一直喜欢的积木 她看见一定很开心的 好 我替泉泉谢谢你啊 走了 那个 手又肿起来了 得上点药 哈地听到了吗 你老板手肿了 要上药 我这个时间来不及了 我得赶紧回当公司啊 我先走了啊 敏慧 干嘛啊 没事 就想教教你 烦人 敏慧 干嘛 你能不能以后别去相亲了 你这样纯粹的人就值得一份纯粹的感情 不应该和那些男人坐在那里谈论婚姻 谈论感情 也可以啊 你以后跟我保持距离 我就不去相亲了 你是为了甩开我才去相亲的呀 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确实是这样 那这样 咱们俩做个交易 我不再缠着你 你也别去相亲了 怎么样 那太好了 你终于决定放弃我了 我可没说要放弃你啊 我意思是 我不再用他们教我的那些方式缠着你 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重新追求你 那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我还挺难追的 走了 你怎么了 这不会是陈家俊教你用的苦肉剂吧 我还没想到 欣秦 你们没事吧 欣秦 有事 你能不能多陪陪我 不能 这次装得还挺像 走了啊 我安静帮你给泉泉 我 这个拿着吧 不是 这条不行 太性感了 你一个人去外里出差 穿这么性感容易招色狼 我之前都这么穿呀 也没什么问题呀 还有啊 就算有色狼 这跟我穿着有什么关系吗 你这是偏见好吗 我主要是想说 你一个人去外里出差 需要万事小心 行 我知道了 你放心 首先呢 我经常出差 这些事情我能应付得了 其次 我小心 我也不用从穿着上小心呀 那我能怎么办吗 我才跟你合好 你就要去外里出差 我这不是舍不得你不放心你吗 要不这样子 你把我戴上 我做你的随身保镖 可爱死你算了 还随身保镖 你又不能保护我一辈子啊 还有啊 你不能再因为我耽误你的工作了 知道吗 我可以请假 以前你没认识我 那是没办法 那现在呢 我是你男朋友了 我能保护一时 我就要保护一时 行 那我听你的 那这些厚的呀 不漏的呀 都给我戴上 陈家俊 你要热死我呀 我觉得挺好的 敏惠 你又去相亲了 是啊 你是不是不喜欢那个叔叔啊 对啊 权权 我知道你不想叫别人爸爸 妈咪可以答应你 以后 即便是我跟别人在一起了 我也不会要求你叫他爸爸的 你的爸爸只有一个 那就是新奇 但是新奇真的很爱很爱你啊 我觉得没有人会比他更爱你了 你知道什么是爱吗 我知道啊 爱就是 虽然我很喜欢吃巧克力 而且我只有一颗巧克力 但是我还是愿意 把那个巧克力给你 你想想 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和新奇 还有谁会把巧克力都给你 你这样纯粹的人 就值得一份纯粹的感情 不应该和那些男人坐在那里 谈论婚姻 谈论感情 是 好 妈咪答应你 以后再也不去相亲了 但是你也要答应妈咪 以后不要再管我跟新奇的事情了 我只想让你做一个 无拥无虑的小孩 好 我答应你 真乖 你 你 周医生好 我今天夜班 明天早上去接你吃早饭 怎么办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正在动画中 请消防接拨 方便 转发尽 周医生 楼下有病症请您过去一趟 好 来 再吃一口 你吃一口 宝宝 再喝一口了 好啦 真乖 老婆 我今天路过一家宠物店 去给三三买了一套衣服 不用了 你有什么事直接说吧 不用拿三三来献殷情 你说我们两个是夫妻吗 那相互关心 相互支持 不是应该的吗 三三 吃饱了是不是 妈妈带你出去玩 走了 宝宝 我们三三最乖了 宝宝 老婆 老婆 这件事情 她真的与我无关 你相信我 是那个女人 她 她故意的 陈启让 我对那个什么林希悦的事情 我真的一天都不关心 你今天叫她来 我的牙 她是分开的 王智玉 要来 我以为她的